啊我就胖啊 其實我們已經歸好一系列 為你減肥的這個計畫了 接下來我們將實施下一個企劃開始 準備為你執行100天 挑戰減肥10公斤的這個計畫 全新計畫 今天來到我們風低所100天減重10公斤的第一集 今天呢在開始挑戰這個100天之前 我們先來做一個簡單的體能評估 因為這陣子啊其實 看起來你的體能狀況忽好忽壞 其實很難去評估到底你現在狀況如何 所以等一下我們即將幫你做一個 5公里的跑步測驗 在這5公里當中呢 我會來評估一下你實際在跑這5公里的過程 身體的這個喘氣程度之外 也會來評估一下接下來的課表 要怎麼樣為你開設一個屬於你的減重計畫 做到跑步5公里我覺得沒有什麼信心啊 最近一直下雨 然後廉價工作好像有點忙碌 我就覺得沒有什麼時間騎車 根本不用說跑步了 根本就沒有在跑步啊 不要擔心 跟你講不要擔心 這次我知道你對於跑步沒有什麼信心 所以我特別幫你準備了 有沒有看到你腳上已經穿了這雙蓋的15 那蓋的15呢是索康寧這次所推出的 就是主打穩定親民的一個鞋款 那這雙鞋呢非常適合像你這樣的跑者 因為等一下你要跑5公里 而且體重多少 90公斤 在你這樣這麼負荷強大的體重之下跑步 對於腳的衝擊非常大 所以這雙鞋已經為你在設備上做到已經最好的預備了 接下來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態啦 以我看他今天這個狀況 應該是...有難度 不過別擔心 等一下呢 如果他真的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會在旁邊幫他 風力鎖 加油 風力鎖 加油 加油 你可以的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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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拉拉墜 蓋的15 飛碟穩定跑鞋 特別搭載風Fit結艙設定 結合回彈緩震支撐三重優勢 採用PowerRound中底特殊EVA發炮材質 中底當中也搭載了中空TBU的支撐板 更輕更舒適 蓋了15 飛碟穩定跑鞋 可靠的舒適支撐特性 是索康尼主打的穩定訓練鞋款 GO 我們今天跑的時候都是按照你的配速 就是你覺得應該要跑得多快 就用你的速度跑 不會喘 有速度 跑你可以接受的狀態 差不多用走的吧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走的是要幹嘛 就哪能衡量你的現在的這個勢力 這不像吃飽飯散步了 不行啦 你現在是阿公年紀嗎 不是吧 手放在後面這樣 要拍手這樣子 去拿捕捕手啦 欸你不要浪費體力 現在連老天爺都幫你拔 哇這個雲直接遮住這個太陽 超級清爽 涼爽 清爽是什麼 口感清爽 我們都還沒有流汗已經 大家報告 第一公里 我們花的時間6分12秒 距離 剛剛的目標有點太快了 我們這樣跑完大概才30分出頭 目標40分耶 所以 還是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當然我覺得你沒有爛到要跑8分數啦 所以 我們還是以你為主 好不好 第一K6分12 往第二公里邁進 現在才第一K喔 跑步的時候肚子要吸嗎 你都吸氣嗎 對啊 肚子要這樣 縮起來嗎 不用 就放鬆嗎 不用特別出力 但是要稍微用力啦 不是吸氣 是核心出力穩定的感覺 有點像做bounce 但是不用特別像 那種 吸很大口把肚子凹進去這樣 不用不用 他停了 等一下 肚子會痛 身體已經在警告你 現在強度太高了 你應該要休息一下 但現在感覺還有在痛嗎 停下有的超擅長的 你是擅長綁鞋帶沒錯 但是不用太常使用這一招 那第二個方式就是你可以 把手稍微抬起來 然後做一個深呼吸 對然後 吸深土把你的這個放慢一點 吸的時候會覺得肚子有點痛 那是正常的 因為你的橫隔膜 就是你的呼吸肌群有點抽筋 所以就是 吸 土 吸 土 對 類似像這樣的狀態 OK吧 他邊做的時候也是走路走 對 就是如果你真的 因為在比賽當中 你停下來都一直在計時 所以邊走邊呼吸是比較好的方式 好啦 最後那麼久了差不多開跑 我以為是衝線的時候才要這樣 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大家怎麼樣 加油 加油團是不是 來囉 預備開始 鋒滴爽加油 鋒滴爽加油 鋒起來 腳動起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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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有功力來了嗎 第二公里了喔 現在第二公里 大會報告 7分33秒 比上一公里大概慢了 1分20秒左右 但可以接受 因為第一公里你有點太興奮了 所以你不持久一下就 沒力了 我沒有不持久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用這樣的速度 不要再快 就大概用8分內 7分半左右就好了 OK 現在等一下前面再500公尺 我們就準備折返 已經快要進行一半了 可以吧 有沒有把握啊 慢慢進入狀況啊 要慢點到 2.5了 腳有不舒服嗎 膝蓋還OK嗎 腳蠻舒服的 腳蠻舒服的 對 穿什麼鞋啊 哈哈 好喔 所以這個鞋子你就有幫助 OK 好好好 OKOK 有感覺就好 我特別挑選過 因為其實在 參加這次挑戰之前 我這邊精選很久 到底要給你什麼樣合適的鞋款 有很多廠商說 給它碳性微跑鞋啦 這個跑最快的 衝最快的 但是因為我幫你回絕掉了 雖然它看起來很貴 好像很讚 但那個跑鞋我穿了之後 你穿了之後應該是 跑得更累會跑不完 所以我們就挑戰一下 好的 有時候 不是碩大便是美 不是貴就好 我們還是要挑合適的 你知道 比較 比較好一點 不然 不合適的鞋子對你來講 只是會造成負擔而已 OK啦 然後你剛剛說 為什麼 會遇到膝蓋痛 膝蓋痛的問題啊 通常是因為 兩種 一種就是 第一個跑隻 其實不太正確 因為你跑隻不正確的時候 你的腳啊 可能會在 比較沒有那麼 OK的位置去落腳 去做著地的動作 其實這個時候 會有點容易造成 膝蓋在 不正確的情況下 就吸收過多的壓力 那其實久了之後 你的腳就會 逐漸累積一些運動傷害 所以通常會建議 就是跑隻上要特別去 調整訓練 第二種可能就是 你的鞋子不適合你 就我剛剛講的 有些人的選擇 會挑選那種 有些人的選擇會挑選那種 鞋子啊 超級好推進 然後 碳纖維跑鞋真的是 哇 推進非常有感 可是你要想 你要想 可是你要想 這樣的鞋款 不一定合適於你在 實際的 跑波旋當中 因為像你這樣 如果我們以體重90公斤來算 每一步落腳的體重 腳桿要大概支撐 1.2到1.5倍的負擔 可是如果你的腳 每一步都超級推進 然後你的肌肉又跟不上的時候 膝蓋直接爆掉 所以今天才幫你挑這種 支撐型的鞋款 因為 以你現在肌力0的狀況 這樣應該比較合適 好啦 講那麼久了啦 該跑了吧 還沒講完 再講一點啦 開始了 出發了出發了 第三公里 7分40秒 我們上一公里 完成時間是7分半左右 所以其實秒數沒有落差太大 OK 這秒數對你來講 現在應該是 可以接受的刺激範圍 我們就以這樣的速度 穩定的跑完最後2公里了 剩下2K了 已經完成3公里 目前的成績 大約是21分鐘左右 還不錯還不錯 現在我從這個後面看他的背影 覺得他應該是可以挑戰成功 因為我想他剛出來的時候 跑的時候還蠻正的 現在有點拖下去 嗯 不過在我的理想之上 我覺得好像可以喔 深呼吸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深呼吸放鬆一下 其實我平常不太跑步欸 我幾乎不跑欸 我以前很愛 那你幾乎是怎樣 就跳舞啊 跳舞很好體能 嗯 跳舞是比較持久的那種 就是你要一直撐下去 對啊 你要撐 對啊 所以你核心很有耐力嗎 核心比較好 可是我覺得 跑步這種長距離的耐力 我不太行 然後會比較容易喘 雖然平常有在運動 但我覺得 隔行如隔山 所以你平常的運動就是 跳舞啊 然後雖然我也會做有氧 可是 有氧它比較屬於就是 短期的 就那個瞬間 我們在努力做有氧組合這樣 就沒了可以休息 可是跑步就是 好遠 什麼時候結束 好 那我 你的頻道是什麼 Miss You 小U 那追蹤我喔 今天跑不太動 是不是應該 身體的負擔太重了 今天要跑到捲重 不然 哪補又說什麼 疾病的根源就飛胖喔 應該是對的啦 不然什麼都懶懶的 快點 最後一百公尺不到了 抵達終點了 快點 漂亮啦 36分 50秒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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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恍合一下 對於你今天的表現 我覺得 還算滿意啦 先休息一下 恍合一下 來 吸氣 看到你這個臉上 這麼多這種小蟲 代表有認真 有認真在跑 有吃到嗎 好吃嗎 剛剛的完賽時間大概是 36分 30幾秒 40幾秒左右 因為我們剛剛等了一下 發現五公里其實早就先到了 總里程有大概稍微多一點啦 你覺得你今天自己跑起來的感受 還可以嗎 就是中間好像有點 回光返照 蛤 回光返照 突然有力氣了 還看到阿公是不是 找到有點tempo的感覺 對 就 這樣 蛤 再一次 給他們聽再一次 這樣 這樣 這什麼節奏啦 什麼意思 就跑步其實就是會有一個 不平存在 所以就是維持那個頻率就好 可是你剛剛那個 第一次聽到 第一次聽到 第一次聽到啦 還OK但是 今天的出測成績啊 算是一百天 接下來為期一百天的訓練 準備開始之後 就會幫你比較密集的準備 一個禮拜當中 可能三到四次的訓練 那我們準備在一百天後 再來回收一次 跑一樣的路線 來看一下 到底會不會進步 你應該有把握吧 因為你現在是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跑 抓到那個層層層層層的 接著 好啦那今天的測驗呢 我覺得算是 對我來講 達到我的預期目標 接下來為期一百天的挑戰 我相信在實際規劃跟飲食 還有訓練上的控制 十公斤我覺得 非常有機會啦 那剛剛有提到啊 如果你是體重比較重的跑者 對於我們今天所穿著的這個 蓋石屋跑鞋 非常有興趣 可以點選下方資訊欄連結 我是你的教練 楊澤睿 我是天母鳳梨索 我是小優 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囉 一百天計畫開始連載 GO